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你什么事 八卦 听说有个什么事 我是能够拍个直播吧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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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相亲对象时确认过她是单身 其次 不管我跟她合不合适 也得让我见到林阳本人后才知道 你 你说得没错 我是单身 不过姚珍珍说得也没错 我来跟你见面 都是因为我爸妈逼我来的 咱们俩这一次见完之后 也算是彼此互相交个差 还有你啊 姚珍珍 李洋哥哥 我跟你总共见过三次 算上这次是第四次 我跟你不熟 以后不要再用这种亲密的语气来叫我 我 还有更不要管我的个人私事 我跟她没有可能 跟你更没有可能 谢谢你 一般偶像剧呢 都是这种走向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烦我 喂 搞得怎么样 我们研究院接下来的命运 就看你了 好 不是我逼你 是刑事逼人哪 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 是春河集团 春河集团赞助咱们研究所的唯一要求 就是希望你跟她儿子在一起 我们现在所剩的经费 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月 现在完全是倒计时啊 我们坚持了这么久 不管什么原因 绝对不能在最后时刻放弃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能逼你去相信吗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等待了 暂住多忙 能够支撑多久 单位是 起码能支撑一年 对我们来说时间足够吧 行 林阳先生 林阳先生 据我了解 您是摩羯座 而我是天蝎座 从星座的适配角度来说 我们是最匹配的 呦 你们博士还信星座呢 除了星座 我们还有血型 还有八字 行了 我对你不感兴趣 神派都没用 林先生 你要不要再试一下 你愣着干什么 你送我去啊 好 好 谢一飞 你没给我打开门呢 你 你就走了你 医生 您好 您这边是急诊还是看病啊 我看病 我朋友 我相信太疼 太疼了 在这边 晚上好 忍不住 忍不了啊 医生 这里面的病人 有没有大碍啊 没有什么大碍 好 谢谢 没什么大碍 还交得这么大声 算了 毕竟我的项目 还是要考他的赞助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赶紧出去 离我远点 好 等一下 你把我手机给我 出去吧 你烦死了 你烦死了 哎 官呗 来接我快点 什么 我今天没空啊 我还有七千字没更新呢 不是我紧急情况 我现在在急诊室呢 啊 你怎么进急诊呢 啊 你别废话了 你赶紧来接我 我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 哎呦 我今天真没空 我跟你说编辑都要来我家打地铺了 自己打伤就回去了啊 哎对了 明天再继续讲你和那个女博士的事啊 够了够了够了 哎什么女博士 我这都 真是 真是够了 烦死了我 路上顺便给他街上街上项目 万一对我没兴趣 对项目也想 我的天 这都什么事 没关系的 我会负责送你回去的 哎你慢点慢点 没事没事没事 你是不是傻呀 开这么大闪光灯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老大 一时舒服 一时舒服 哎呀 怎么有人偷拍你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妖珍珍 什么 冰冰 珍珍 哎呀你把他们给我甩掉就行了 哎你慢点 哎行行 哦 放心吧 我可是老司机 行 那就行 这条大鱼又敢丢了你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离我远点 你没事吧 没事 要不 我送你回家吧 今天害你受伤了 我说过要对你负责的 再说了 你这样也不好走是不是 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我告诉你 什么负责不 不负责的 走 来 哎 慢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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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到家了 你可以走了 我没事 啊 其实 我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想给你看 啊 你现在是在我家啊 你不要趁人之危 我现在虽然受伤了 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不要现在这样 别慌 林先生 这是我最新的研究课题 你要不要考虑赞助一下 虽然我知道你对我可能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呢 你对他可能有兴趣 你家有投屏电视吗 要不要我帮你详细介绍一下 滚出去 好 我走了 林先生 你好好休息 什么事啊 你快快快快 什么跟什么呀 小夕啊 你们昨天见面感觉怎么样啊 哦 昨天啊相处不愉快 而且我还让他受伤了 但是 大家都希望你跟他在一起啊 因为这样 还可以解决 研究所的困境 主任 并不是说你们都要我们在一起 这两个人就合适的好吗 合不合适的 难道你就一点都没看上他 我对他 没有任何感觉啊 哎 你们有约 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下一次见面了 女孩子 也要主动一点 毕竟研究所 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行吧 那我再约他 但还有可能他不接受 是谁啊 是林扬吗 他约我周末见面 哎呀太好了 怎么会 还约什么啊 赶紧收有空没 可是他之前拒绝了 那是因为你们不熟悉 你们熟悉起来了 你好好跟他谈谈你的项目 肯定能成的 哦 啊 娘 孩子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哎 孩子 昨天后续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这给我搞受伤了 我俩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好不容易你爸看不上那些绯闻女友 跟你介绍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孩 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 什么 跟你说了多少遍 那都媒体瞎写的 我跟那些人一顶 关系都没有 行行行 那些都是假的 但这个谢雨菲啊 一定是真的 我不喜欢她 这才见一次面 怎么就说不喜欢呀 再说了 那也得人家先看着你 她看不上我正好 我知道了 某些人的餐厅是不想开了 我跟你爸说 他不用支持了 不支持我拉倒 我也不需要 我也不肯 你不肯 我知道了 你呀 是想继承咱们家的榨菜厂 好 我支持你 行行行 我约她 我约她出来 但问题是我约了她 她也不一定能出来的 人家答不答应是她的事 主不主动约那是你的事 也好 反正那女朋友也会拒绝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谢博士 周末有空吗 不是我说你 你就会一个字 别人家小姑娘 还会用表情包呢 你倒好 冷冰冰的 就一个字 你看 这不是有戏了吗 赶紧好好计划一下 这次的约会 来 美丽的女士 欢迎你来到我的餐厅 我的餐厅 开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 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 但是今天为了你 我拒绝了所有客人 只为你一个人开房 丽阳先生 据我了解 你因为跟一些女明星的绯闻 导致这家餐厅受到影响 现在是官业状态 如果我不来的话 就没有别的客人了吧 那个 谢博士没事还看娱乐八卦呢 平时不看 为了了解你 特意去看的 那个 坐吧 行 那 谢博士应该也知道 我呢 每天都有很多女明星 对我投怀送抱 我也是不懂的拒绝 所以每天都是 记得 你上次跟姚珍珍 可不是这么说的 topped 你 老板 我们下次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行 你稍等 尝尝吧 怎么样 大厨不愧是大厨啊 连煮的粥都这么好喝 你小的时候啊 经常吃这个榨菜吗 真幸福 我不喜欢吃榨菜 为什么不喜欢 这不是挺好吃的吗 不是 你没吃过好吃的东西啊 这白粥榨菜有什么好吃的 我是世界级大厨 我什么做不出来 我觉得挺好吃的 你还想吃什么 我跟你做 我就不信有什么东西 还比不过他好吃 卤猪蹄 我 蓝带 顶级厨师 我做的都是精致料理 你让我做卤猪蹄 你没搞错吧 是你说我想吃什么 你就做什么的 我就想吃这个呀 行 卤猪蹄就卤猪蹄 就这么定了 真幸福 真幸福 不对啊 我不是要给他介绍项目吗 怎么变成点菜了 我不是要把他气走吗 怎么还做起卤猪蹄了呀 晨晨姐 最近有狗仔拍到那个榨菜王子 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 之前拍过那么多次 又哪一次是真的 也是 不过晨晨姐 你有那么多人吹 为什么非得是那个榨菜王子 他跟别人可不一样 晨晨啊 这个节目就录一个小时 你好好配合啊 这种美食节目有什么可录的呀 一身有烟味 最近不是在给你力吃货人设吗 上这种节目露露脸挺好的呀 周晨 晨晨 林老师 咱们开始准备吧 晨晨 晨晨 没事吧 小心点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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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晨晨 咱们对一下流程吧 然后今天林老师要做的是竹孙老鸭汤 你之前有喝过吗 我小的时候外婆最喜欢给我做这个了 哦 那我更得好好做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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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表现管理 哦 又帅 又会做饭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做的还是我最爱吃的菜 你说我们是不是命中注定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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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后面还会不会有那种美食节目啊 你不是不喜欢上美食节目吗 有林阳的节目我都上 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 这个男人 我志在必得 学长 你回国了 师妹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见面礼啊 你连回国都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刚刚回来的 我问主任说你还在加班 听着行李箱就赶过来了 这么晚还过来 迫不及带来见你 走吧 饿了吧 去吃点东西 师妹 你看 这是什么 春河榨菜 我最喜欢的 看你没什么胃口 还好我带了这个 只要一想到实验室经费紧张 我就没什么胃口 我听主任说 他还让你去出卖色相 现在也不能这么说 这正好呢 我年纪也到了 多出去认识一些人挺好的 刚好我研究的课题也是这个 就当收集资料了 年纪到了 怎么 小师妹最近也春心萌动了 春心萌动 是什么感觉 就是 很想见一个人 见到了就会很开心 是 那我 确实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快吃饭吧 对了 学长 你这次回国要待多久 我的项目啊 转到国内了 最近都不回去了 太好了 好 这样以后啊 正好我有好多课题想跟你聊 好 太好了 来 庆祝你回国 干杯 喂 问你个事啊 坐好 听说 你那个帅哥学长回来了 你们俩 有没有什么进度 进度 什么 研究进度啊 你们的研究我有什么好关心的 我说的是 感情进度 感情 就是 学长和学妹的感情啊 你可真是不解风情 你难道真的觉得 你学长对你只有兄妹之强啊 不然呢 不过 你难道真的没有考虑过感情问题吗 你这个人啊 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能被年龄所束缚呢 虽然女性有最佳的生育年龄 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停 你说都搞错重点了 我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应该 谈一场 恋爱了 谈恋爱 其实啊就是分泌多巴胺的一种 社会形式的表现 我还不懂这友相聚里面 两个人我 这爱的死去活来的 有什么意思啊 比作严就有意思吗 好吧 不过 这么多年来 难道没有一个人 让你觉得很特别吗 特别 林阳 那个跟你相亲的诈才王子啊 他哪里特别啊 特别 什么福的布 特别处的 再尝尝这个 香菜的 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吃啊 我再去做 别别别别 这已经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蹄了 那 那你这还没吃完啊 不是 这不同口味的猪蹄 这已经是第六个了 我最后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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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你听我说啊 咱们这么想 你想啊 这个谢博士啊 他吃炸菜都能满足 那你做猪蹄 他肯定觉得好吃啊 是不是 不行 我不仅要让他觉得我这个猪蹄好吃 我还要让他吃过我做的猪蹄以后 就不想再吃那些什么素食食品了 怎么就素食食品了呢 我也觉得你家那个炸菜挺好吃的 你不会是喜欢上人家了吧 你没事吧 我看上他 我俩一共就见过两次 我怎么会看上他呢 那你大半夜不睡觉给人做卤猪蹄啊 我 我那是胜负欲好吗 那以前别的女生纠缠你的时候 我怎么没见到这种胜负欲啊 那还不是因为我妈 我爸 他们喜欢他 而且我现在餐厅也关了 我不得从我爸妈那儿周转点什么资金啊 好吧好吧 怎么说都有理由 什么叫我有理由啊 他那个人跟郑超人的脑回路都不一样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 陈墨 主任 回来就好啊 小夕啊 还经常惦记你的 真的吗 当然了 这以后要是有研究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可以一起讨论 行了 你们年轻人聊吧 我就不打扰了 小夕 记得咱住的事 十位 一会儿我们下班吃的好吃的 哦 好 喂 雨菲 那个 一起吃个饭吧 现在吗 哦 我要跟学长一起去吃饭 下次再约时间吧 喂喂喂 我我我 挂我电话 还跟什么学长吃饭 我 学 学长 学长 我这这这跟学长吃饭 我这 这跟什么学长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研究数据 骚扰先生 我们不拼座 哦 我认识 这位是 凌阳 哦 对对 凌阳 这是我学长 生物学的第一名 他是我的学习对象 陈墨 对象 你好 好 所以你就是 主任给雨菲介绍的那位 朋友 幸会 是的 凌阳之前也请我吃过榨菜 凌先生 我每天都会随身为雨菲 带着榨菜 以后就 不劳烦凌先生了 你都不嫌麻烦 我也不嫌麻烦 不麻烦 哦 雨菲 刚刚那个数据我想到了 其实可以这样 你看 果真 然后我们再 研究数据 说了你也不懂 嗯 这样啊 我都没想到 果然还是学长厉害 服务员 点菜 这样 这样子对啊 要一个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 烧花鸭 烧厨 烧厨鸡 烧子鹅 卤猪鸭 酱鸡腊 松花小肚 酱肉香肠 清蒸八宝猪 这些都不要 要一个麻辣猪饺 一个鱿鱼 一个酱大骨 嗯 好的先生 先生 请结下账 让我买它 还算你有眼光啊 有人吃霸王餐 放开放开 别收拾 你俩请俩请俩 我 我跟她俩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我们不是拼桌吗 不是 谢雨菲 你 你这个时候跟我说 你拼桌 你没事吧你 对啊 这边两位已经买过单了呀 是你 还没有结账啊 不是 我那没买单 我不是没带手机吗 我这 来来来 看到这副样子 也不像是 我来帮她付款 好人啊 好事啊 我告诉你 谁都别帮我买单 没事的 大家都互相帮助 不行 我告诉你 谁给我买单 我跟谁急 你放开我你 年轻人量力而为啊 谁不量力而为啊 我说那个 我下次好好带手机 好好付钱 走吧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 不是 你怎么才来啊你 电话打这么晚 我施法要不要施法时间 我问你 我 既然你朋友来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嗯 等一下 那个 那个卤猪蹄做好了 你什么时候来吃啊 这周末 我应该有时间 是吧 我们周末 这周末可以 就这么定了 走 再见 老哥 我说你能不能注意一下 自己的形象啊 好歹也是上过热搜的人 这个女人 她为了跟那个什么学长吃饭 拒绝了我的猪蹄 你不是不喜欢人家吗 你生那么大气干嘛呀你 不喜欢归不喜欢 这男人的尊严总该有的吧 服了你了 不对呀 你约她周末 你周末有直播你忘了 哦 忘了 那怎么办 改时间吧 不改了 就周末 我也给她点颜色看看 林老师 今天怎么突然把菜换成了卤猪蹄 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新的菜品 所以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太好了 那待会我也有机会尝尝了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下厨时间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飞飞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也请来了国际知名主厨林阳先生 那么林老师 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吗 哈喽 大家好 林阳 这个厨师好帅啊 可以看到观众朋友们呀 都非常的热情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不仅为大家请来了林阳老师 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神秘女嘉宾 让我们欢迎知名女演员姚珍珍女士 珍珍这边请 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姚珍珍 哇 珍珍居然来上直播了 珍珍好美啊 小珍珍不日之前也和林阳传绯闻吗 这是要公开的节奏 珍珍呀 你看朋友们都说 你几乎很少上直播节目 这次怎么想着来我们下厨时间呢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呢 我自己也算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但是因为平时工作忙也没有时间学 所以呢 也算是来偷试了 而且 我跟林阳也是好朋友呀 所以 当然要给她捧场了 谢谢珍珍 真的非常羡慕林老师和珍珍的友谊 那么林老师 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了 这菜马上就不心想了 啊 好的 林老师真的非常专业 那么林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卤猪蹄 哇 这猪蹄也太诱人了 我和珍珍有口福了 其实呢 平时我是不太敢吃肉的 经纪人待会看到了 可不要骂我 你觉得太辛苦了吧 珍珍可没这么吃我 你胖了我们也喜欢点啊 其实我平时吃青菜吃的比较多了 不知道林老师待会儿 可不可以教我一些好吃的青菜的做法呢 也有 待会儿我让助理把菜谱发给你 哇 林老师和珍珍的友谊 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竟然把私密的菜谱都分享给你了 是啊 那我们现在品尝一下这个猪蹄吧 好 我觉得我们不仅这个嘉宾值 我们也让在场的工作人员吃一下吧 啊 好吧 呃 或者选一位 呃 好 那就 你来吧 叫你男去吧 我 对啊 直播 赶紧去 去吧 去去 来 欢迎这位朋友 跟我们一起品尝这份猪蹄 呃 好吃吗 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分享一下感受吗 啊 今天我也让你体会一下出丑的感觉 啊 坏了 林阳的直播我给忘了 这个女人是谁啊 看在我们阵阵旁边完全没法比 坏了 呃 这位观众 我觉得是不是还要多说两句评价一下呀 感谢林阳老师的邀请 不过呢 我今天胃口不是很好 不能吃这太油腻的东西 所以不太合口味 哎 我看姚珍珍女士挺喜欢的 要不问一下姚珍珍的感受 林老师这么精心做出来的东西 当然好吃了 哪里出来强心的呀 是不是又被人塞进来露脸呢 不好意思啊 你们先聊 好 谢博士 你是 我是林阳的朋友 上次帮她付款那个 我知道了 谢博士 今天是林阳让你来的吗 麻烦你转告林阳 如果对我有什么不满大可以说出来 不要用这种幼稚的行为来耽误我的时间 谢博士 这当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林阳她不是那样的人 林阳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感兴趣 反正呢 这猪蹄我也吃过了 以后我和她再也没有瓜葛 等等 快点 那个 谢博士 怎么还生气了 林先生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这种幼稚的游戏 玩什么游戏啊 你不是说想吃猪蹄吗 我不过就是换种形式 你无非就是觉得我没有当众发言的经验 所以想看我出丑罢了 不过你是不是忘了 我在学校里面可是经常给学生上课的 这种场面我见多了 没什么稀奇 倒是你 上次明明是你突然邀约 打扰我跟学长吃饭 自己出丑之后 反倒还要用这种幼稚的行为来报复我 不是 我那不是 虽然呢 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 这场直播里面 背后有多少的工作人员需要做准备 你 你为了你一个人的情绪 刚刚差点让这场直播出事故 你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受影响 林阳先生 这个世界可不是单独围着你一个人转的 我呢 没有兴趣陪你在这儿胡闹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 那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哎哎哎 是是 颜阳 人家说得没错 你是他兄弟还是我兄弟啊 我这叫帮你不帮亲 你还说 你不喜欢别人也别耍人家嘛 你闭嘴吧你 来 林阳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叫那个女人上来 那个女人又是怎么回事 林阳不是说对她没意思吗 哎 珍珍啊你真的要注意一下你的表情管理 刚刚可是在直播 珍珍 怎么又不高兴了 你烦不烦你总来找我干嘛 你上次不是说 让我帮你找本菜谱吗 我找到了 那 晚上一起吃个饭 不吃 别不高兴嘛 有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 方思熙你烦不烦啊 你为什么总是来找我 你就没有自己的正事要干嘛 好 好 那我走 省得让你生气 珍珍呀 虽然四行和你一起长大 对你也是百般的包容 但是你也不能每一次都让她伤心呀 你随口说了一句药菜谱 她不是马上给你送过来了吗 我又没求她帮我喽 她自己愿意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谢谢 谢谢 谢老师 你看 你上上搜了 你上搜了 你上搜真漂亮 你做研究可惜了 你应该做明星 那个凌羊 你认识吗 不认识 老师 嗯 心情不好啊 嗯 那下班以后出去吃点好的 没什么胃口 前几天我托人从国外带了几份研究资料 不知道师妹还有没有兴趣啊 谢谢学长 你看 削起来多好看 以后有什么不开心告诉我好吗 嗯 小夕 你和凌羊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告诉我 你看 你看 你们都上新闻了 我才知道 那赞助费的事你跟咱谈了没 咱们研究组啊 还有一个月到期了 这事你们得抓点钱 主任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啊 为什么 我不想再找林阳了 这怎么办 哎 前几天还好好的 我不喜欢她 我也不想再求她了 关于这个赞助费的事情 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 这 这 这 真搞不懂你们 哎 主任 赞助费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别避雨飞了 好吧 我这哪是逼她呀 哎呀 知道知道 我是为她好啊 噓 前几天不还好好的一块上节目嘛 怎么又说不联系了呢 不想联系就不联系了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事业随随便便就放弃 爱情也是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负责任的儿子 谁不负责任了 我就是想开我自己的餐厅有错嘛 餐厅你就好好开啊 怎么坐两天就倒闭了呢 我再说一遍 我那不是倒闭 那是暂停营业 好 我不给你吃这些 我就提醒你一句啊 下个月餐厅租金到期 你要是再交不上租金的话 那就是倒闭 我怎么就交不上了 我挣的钱不都给你的了吗 你的那些钱 要不是我跟你妈替你保管 早就被你祸祸没了 我告诉你啊 只要你跟那个女博士好好谈恋爱 别跟那些女明星拉拉扯舍的 那些钱我会还给你的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跟那些女明星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都是瞎起来 好 都不重要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干 过去的事我既往不救 不是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啊 你的钱 我养你这么多年花了多少钱啊 现在你跟我讲你的我的吗 我 你 好了好了别吵了 少说两句吧 不管他 他就要上天了 你 不管我正好 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 哎班哥 林先生您好 我是中间小班 哎 下一季度的租金要交了 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啊 是这样啊班哥 我我那个最近工作有点忙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给你打钱啊 行那你尽快啊 哎 哎再见 不说 去吧 去吧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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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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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 因为 resolved看 你就不怕那些粉丝再来闹事 那有什么办法 我又不能阻止他们 总得想办法应对才行 对不对 有道理 对了 这是 我闺蜜 齐晴 怎么了 你们 你们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我们怎么了 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你 刚才有人说话吗 你说啥了 我说 我今天叫你们过来帮我试试菜 我后天就要开业了 到时候帮我叫点朋友 过来碰碰场 我一定让朋友都来 我也一定呢 会帮你宣传的 不过那赞助费的事 就拜托你了 行行行 不要搞得我们俩之间 只有相互利用的关系 你们俩 我们俩 我们俩 怎么了 你们不是契约 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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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契约合同 就是我赞助你们实验室 那个契约合同的事 哎呀 没事 这件事情交接给我同事就好了 那 那就祝我后天开业顺利吧 也祝谢博士赞助签约顺利 干杯 我觉得今天这个菜确实不错 后天开张了 一定没问题 我跟七秦就先回去了 你们走吧 好 对了 你住哪儿 要不我送你吧 哦 我们住青年路那边 这么巧啊 我正好顺路啊 你哪顺路了 我车就在前面 咱们走吧 林阳 送了一下谢老师啊 嗯 走 拜拜 我先走了 这俩人 怎么奇奇怪怪的 那 那我送你回去吧 这边 那个 你最近工作忙吗 还好 那就行 刚才看你朋友跟我朋友 挺聊得来的好 他们 好像是 是什么 一见钟情 是 我刚才看也挺像的 嗯 那 上车吧 嗯 谢博士 嗯 那个 我后天上午十点钟开业 你能来吗 后天 是 周末 可以的 嗯 行 我 到了 哦 那你上去吧 我先走了 拜拜 陆舍小心 怎么突然跳得这么快 臭林阳 不会有消息 不接我电话 骗起你 么么么么 臭谢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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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我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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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那么凶 还不要我钱 但是他夸我好看啊 算了 稍打两下 谁啊 你又来干嘛 你又来干嘛 听说你今天休息 我给你带了小龙虾 可是我不能吃 我会长胖的 我可是女明星 女明星怎么能胖呢 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来 大不了这样 吃完之后 我陪你做运动 哇 我可太久没有吃了 你可不能告诉小宝他们 不然他们又要说我 又生气了 谁惹你了 他们都欺负我 尤其是那个谢雨菲 他瞧我喜欢的人 他还教训我 你喜欢的人 那个厨师啊 什么厨师啊 人家可是国际知名大厨 而且他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林阳 你 真的喜欢他吗 喜欢呀 我这么多年 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可惜啊 我就是没有谢雨菲会勾引 林阳就是不理我 不开心啊 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不会喜欢你的 你就别等我了 我知道了 你放心 你想要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的 真的 我就知道你够意思 而且 我偷偷跟你说 我早就发现了 每一次呢 欺负我的人 他们最后都会后悔 因为他们都会遭到报应 我可是天险之女 天哪 蓁蓁姐 你又美出新高度了 不知道今天司行哥会不会来 他看你这么美 一定要被你迷死了 他来干什么呀 不需要 哦 对了 之前司行哥打电话 问我谢雨菲家地址来着 他问这个干嘛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上次你让我查 谢雨菲的信息 家庭住址什么的 我都有 我就给他了 你放心 你想要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的 不好 我要去 蓁蓁姐 你不能走 节目马上要开始了 你手机给我 林阳 你个王八蛋 我给你打电话你就不接 别人给你打电话你就接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没空说这么多了 谢雨菲可能有危险 你快点去他家找他 你想什么 我来不及检视这么多 你快点去啊 哦 没事吧 没事吧 你 明瑶 你没事吧 流血了 跟我走 不 马上 马上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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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伤口不深 贴一个 好了 还好你的伤口不深 每天呢 再用酒精消消毒就好了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事 恐怕戴文也要珍珍了 我去开门 我真不知道子欣为什么要这样 不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我就是在他面前说了你们两句话话 不过讲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们现在连脸都没看清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人 就是子欣 我现在都找不到他 我平时怎么样都能找到他 我现在找不到他 这肯定能找到 都已经报警了 怎么能找不到他 报警 要把他抓起来 子欣 别哭了 再哭把你也抓进去了 给 别哭了 擦一下 别哭了 你说的那个私情 就因为你几句吐槽就能这样 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 他精神肯定有问题啊 你说他喜欢你喜欢他这么偏执 那他这么喜欢你 你怎么不喜欢他 你非得喜欢我呀 因为你长得帅啊 而且 你做的卓尊老丫头 跟我外婆做的一样 而且你又不爱搭理我 我就想让你喜欢我呗 这 这是喜欢吗 不是姚真姐你清醒一点 这是 这是喜欢吗 你说的对 我就应该清醒一点 每次遇到你我就倒霉 一点好事都没有 我不要喜欢你了 不是 你 这 这就不喜欢了 看来你还挺希望他喜欢你的 什么个什么呀 我又睡了 你先回去吧 我 我怎么能回去啊 为什么你不能回去 我 那万一 万一那 那方思青再来了 那 那怎么办 你自己在家可不行 一会儿七秦就 他出差了 他出差了 他出差了那就更不行了吧 行 你睡沙发 别吵 啊 去 早上 一会儿啊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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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 你怎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去做饭啊 那你吃吗 吃 怎么样 我这种级别的大厨给你做早饭 是不是很荣幸啊 我告诉你 我爸妈都没吃过我做的早饭 不过呢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以后可以天天过来给你做早饭 不用了 哎 对了 你不是说今天是餐厅开业吗 那你怎么还不去啊 都挂彩了 再准备准备吧 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点 应该会更好 方思行没有被抓住 那他不会再回来吧 那可不一定 他这个人神出鬼没的 万一哪天再来 哎 要不这样 你去我家住吧 我家还有空的客房 要不然就 哦 那没事 嗯 今天齐情 好像就回来了 哦 也行 哎 不用 不用 我来我来 我来就好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的时候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的时候 就是紧张别出门 注意安全啊 嗯 我走了 哦 对了 这周末 你有空吗 如果说你要有空的话 再跟我回去看一下我爸妈吧 她们都挺惦记你的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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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下次装的时候稍微像一点啊 要不然我妈上次都怀疑你了 这 怎么一眼才像 我没谈过恋爱 我不懂 我 我也没谈过 就像普通情侣那样 就一起亲亲抱抱 就 不不不 你别误会了 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 就是那个 那个 要不然我们就 抱一下 实验一下 是 是 是 算了 那我没说 哎 等一下 不就是 抱抱吗 要不 试试 好呀 嗯 嗯 那个 我去开门 哎 你去 学长 你怎么来了 今天起得早 就来接你上班 嗯 那你等我换个衣服啊 好 林先生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林先生 雨飞为人单纯善良 对人不设防 可能 不太适合你的画画世界 我建议你 还是少来打扰他为好 你建议 你凭什么建议啊 你管我跟雨飞什么关系啊 你跟雨飞什么关系啊 我和雨飞认识六年 关系 非常亲密 哎呦 认识六年 还只是个学长 哈 关系确实挺亲密啊 学长 我混好了 走吧 你怎么还在这啊 我 我我我跟学长聊天呢 林先生不走吗 我们应该不顺路 你知道我去哪儿吗 你怎么知道不顺路 别胡闹了 我都要迟到了 我哪儿胡闹了 我我我搭个学长的便车都不行啊 妈 人呢 我在谢博士家的 你赶紧来餐厅看看出事了 你怎么才来啊 保安说联系不上你 才给我打电话 早上门开着 一进来屋里就变成这样了 报警了吗 早报警了 已经派人去调监控了 我大概猜到是谁 谁看到了 谁啊 哎 谢博士 你们怎么也来了 所以你怀疑餐厅也是防死性破坏的 他就不离时吧 所以他昨天 沉住在你家 昨天 雨菲家的那个沙发 还挺软的 哎 现在这个不是重点吧 你沉沙发有什么好骄傲的 哎 我呢 特地请了架过来看看 能不能帮上忙 既然已经弄好了 既然已经弄好了 我跟学长就先回去了 哎 雨菲 那个 那我跟学长就先回去了 那个 我又研究了一套新菜 要不明天下班 你来尝尝吧 嗯 明天再说吧 我先走了 哎 好 别看了 都走远了 谁 谁看了 你还是好好担心自己餐厅吧 不过你说方思行要喜欢 姚珍珍就喜欢嘛 干嘛害咱们呢 哎 喜欢魔障了呗 不过这事 还得是姚珍珍自己过来解决 你怎么进来的 你知不知道警察都在找你 你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 我怎么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接 谢雨菲和林阳餐厅的事情 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你说 你很担心我 我说了那么多了 你怎么就记得这一句啊 关于你的事情 在我心里都很重要 我问你 之前得罪我的那些人 他们遇到那么多倒霉的事情 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我只是想让那些你讨厌的人都远离你 吓唬吓唬他们罢了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保护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你这是犯罪 你知不知道啊 为了你 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你怎么这么傻啊 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你 我还跟你说我喜欢别的人 我知道 可是我还是想让你开心 你开心了 喜欢不喜欢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感动吗 你以为 你以为你在我这里算什么 我不会感动的 思琴 收手吧 我不想跟你再做下去了 去自首吧 好 我都听你的 你说真的吗 我只是担心 没有我在你身边 谁来保护你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可以保护我自己 思琴 你放下吧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放下了 都怪我 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 是我没有在乎你的感受 是我错了 珍珍 你不要这样说 思琴 我陪你去自首吧 珍珍 珍珍 我去坐牢了 你会来看我吗 会 但是 要等我从国外经修完回来之后 我一定去看你 你一个人去吗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好 这么早 我还没收拾完呢 你坐一会儿啊 姚珍珍 你怎么来了 我是替思琴来跟你道歉的 行 你的道歉我接受 不过 我觉得最应该接受道歉的是余飞 我会去找他的 但是 我还有一件事想找你 林阳哥哥 你能再帮我做一次竹笋老鸭汤吗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小时候你外婆最喜欢给你做这道汤 我外婆去世很久了 很久没有人给我做这道汤了 没事 如果以后你还想喝的话 再来找我 那个 你别误会啊 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 承载着情感的食物做起来最有意义 你怕什么呀 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早就说我不喜欢你了 那就好 不过 估计也要很久吃不到了 为什么 我要去国外念书了 哦 那挺好的 万一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跟谢博士还没有在一起的话 我可是要重新考虑你的 我们 我们 好了 不说了 抱一下 这 这 这差不多了 我追了你那么久 那我赚赚便宜怎么啦 哎 哎 哈哈 你别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有 这是什么烂剧情 你们先忙 我先走了 哎 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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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你不用解释 我们之间呢只是朋友 刚才我只是怕打扰到你们 你们继续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刚才 谢博士 你可以跟我聊聊吗 你又唱我什么 怕了 哎 哎 雨菲 说吧 聊什么 我跟林阳什么也没有 我看到了呀 就爸爸嘛 谢博士 你吃醋了 我吃 吃什么醋 哎 其实呢 我才明白 我跟林阳的感情啊 就好像是 小孩子得不到她喜欢的玩具 就不甘心了 但是 爱情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你说我演了那么久的言情剧 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帮你们解除误会喽 反派女儿洗白喽 对了 我马上要出国去进修了 希望 等到时候我回来的时候 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没什么 好吧好吧 随你这么说喽 反正到时候要打脸呢 不过 我觉得你去国外进修不错 对吧 我也觉得 我马上也要变成像你一样的高写力人才喽 不是啊 我是说 你的演技确实应该去进修一下 谢雨菲 那 那个 不是不是 都 都 都聊什么了 不告诉我 我先回去了 不不不雨菲 那个不是还没吃饭呢吗 吃完饭再走吧 饱了 拜拜 不是 雨菲 雨菲 我 不是 我 你聊什么了 咱们大少爷感情路还真是不顺哟 你少嘲笑我啊 我告诉你 你谈恋爱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过说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谢博士了 别瞎说 我都说了 我就是应否爸妈 你现在餐厅都要开张了 你还需要应付你爸妈 你还需要应付你爸妈 那不得需要他们赞助吗 还得再等等 你就会嘴硬 我 我真是太高兴了 不光拉到了赞助 还成就了一段阴影 主任 要不我先送林阳出去吧 好好好 你们年轻人了 小灵啊 哎 以后有空啊 多来玩啊 千万别客气啊 这赞助的事已经解决了 我看 我就不用再演你女朋友了吧 是 那个 你下次可以去我餐厅吃饭 我给你打折 打什么折 显得我好像很小气的样子 要不 你先回去吧 我也要回去工作了 好 你去吧 哎等等 好 那个 上次做的猪蹄没吃成 下次我再给你做一次吧 好 拜拜 拜拜 哎 哎 嗯 我不说话就算了 你怎么也不主动说话啊 嗯 没事 是不是在跟官配聊天啊 你怎么知道 哎呀 当我是虾呀 你们两个早就不对劲了 你最近 跟林洋怎么样啊 我们俩 我们俩 就是普通朋友呗 我看 你们俩可不像普通朋友吗 有吗 有 你是不是 已经喜欢上他了 喜欢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是喜欢他 你说 这偶像剧里面喜欢一个人 是会心跳加快的 这亲密接触会心跳加快 独处的时候 也会心跳加快 包括接吻也 接吻 这也太快了吧 我没有啊 我的宝贝 你听我说啊 不管你喜欢什么人 你都一定要坚持一点 听到没 嗯 哎呀 都说了今天吃饭 这个点还不下了 不行 先进车里吧 哎呀 送我回家 送我回家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请他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怎么在这儿 我开车送你回来的呀 还太重了 噢 啊 噢 你要什么 大猪蹄子 我想起来了 那是因为我疲惫的时候就进入自动模式了 你这自动模式就随便上别人的车 不是啊 是我爸妈特意找的一个老熟人 就是在我自动模式的时候坚硬我一下 你给我发消息 我还以为是我那个熟人呢 那行吧 我还以为你忘了 我 锅开了 哦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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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 可以 прыг 一二三四五六七 平均脉搏超过每分钟一百次 对antas的爆米 那些是 JIM для них 人也 bagus 我们没有 都在酒唐 半叶 或者在吃蚁香 你nek我 因为我 都知道 时雯 已即将 我刚刚也是 不是 你这女人也太不坚持 你的出版 我 我饭做好了 外面可得要下去 我先走了 吓死我了 怎么了你 感觉你魂不守舍的呢 余飞 感觉你状态不太好 怎么了 没什么 那下班我们去吃饭 想吃什么 猪蹄 什么 学长 你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雨飞 我知道了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下厨时间 那么今天呢 非常开心邀请到了 咱们的老朋友 世界蓝带级主厨 林阳先生 不知道林先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道 带来 什么 乌铁 林老师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佛跳墙 是的 大家都知道佛跳墙是广东知名美食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林老师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 好 过 全体下班 全体下班 出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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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了 好 好 好 林老师 我刚刚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懂 林老师 找什么呢 没什么 林老师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对人家谢博士念念不忘啊 可拉倒吧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让我跟他相亲啊 喂喂喂 你别乱说啊 我哪儿乱说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谢博士呢 满脑子装的都是什么理论科学知识 一点情趣都没有 我才不喜欢他 好好 你别乱说你 干嘛 你后面 对不起 这段时间对你造成了困扰 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 谢谢 谢谢 快追啊你 我 我绝了我说什么呀 我 我怎么知道他在这儿啊 今天阿姨给我打电话了 说问你录制现场在哪儿 然后说谢雨菲要来 我以为给你个惊喜呢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狠 现在人家生气了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这 你别死鸭子嘴硬了 救不了你我跟他说 我 这 这 雨菲 你怎么了 我好像 失恋了 失恋了 就上次那个相亲对象 领养 所以 你亲了他 然后心跳加快 你就觉得 你喜欢他 雨 雨菲 其实你不一定是真的喜欢他 毕竟 你很少跟异性接触 忽然的亲密举动 让你觉得是喜欢 也可能是错觉 错觉吗 是啊 要么 你亲别人试试 说不定也会心跳加快的 真的 要么 你亲我试试 你 算了吧学长 我还是无法接受亲你 啊 我也就是开个玩笑 啊雨菲 我们吃饭去吧 嗯 是啊 不是 没有 没有 哦 还没有什么 是吗 自然 是吗 没什么 无法 这么多 是吗 帥哥你是一个人呢 有没有兴趣一起喝一杯 没兴趣 一起喝一杯吗 这位小姐 我朋友她心情不好 你跟别人玩吧 我说连扬 你喜欢那个女博士 你就去追呀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 你喝 我喜欢你 玉菲 是呢 怎么了 做梦了 我 我刚才梦见 我差点亲了一头猪 你 我看你是喝酒 把脑子喝懵了吧 你喝点粥新鲜酒吧 好好 我确实该好点 林阳啊林阳 以前都是别的女孩 爱你爱的四句过来 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 借酒消愁 为情所困的 哎 你别瞎说 我没有 你别嘴硬 我可警告你啊 小心别人给拐跑了 拐跑 我能喜欢那女博士 我告诉你 也就她那什么学长喜欢 那你以为 你想啊 人家谢博士吧 学历又高 长得又漂亮 然后他那个学长呢 也是绅士儒雅 然后他们又有共同语言 关我什么事啊 烦死 哎呦 你就不承认吧 我怎么就不承认 妈叫我回家了 哎 儿子啊 小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呢 你又没让他跟我一起来啊 哎 我刚知道 你跟你爸遇到那事 没影响你们之间感情吧 没有 哦 那就好好 小谢虽然向着你 你要学会珍惜人家知道吗 啊 知道了 下回把他带回来吃饭啊 你再说吧 哎 啊 十二点了 老师 需要我给你带饭吗 哦 我有这个 我到时候吃方便面就好了 哦 好的 嗯 那我走了啊 拜拜 这不是小谢的男朋友吗 主任 看什么呢 你赶快叫小谢过来 他男朋友在下面等他呢 哦 好 快点啊 行老师 行老师 我们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男朋友在楼下等你啊 那不是我男朋友 哦 林先生 有什么事儿吗 哦 那个 刚才上了个厕所 然后就被贴了 你这是乱停车被抓了吧 这可是安保不特制的交 没有十天半个月可是摘不掉的 我们研究所呢 因为这乱停车没法罚款 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 这满满一张A4纸糊你车窗 不咬人 各影 凡是贴过的车子啊 都不敢再犯 行 没事 上一次 我说错话了 对不起啊 所以想请你吃个饭 不去 等 等 等一下 你看我这么主动的份上 你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啊 再说了 你上次也没经过我同意 你就 你还那个 偷 偷 偷亲我 我都没说是 你还 行了 那个花儿你拿着 行 是 你就一会儿吃个饭 给个面子 慢点 转点 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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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强硬 要砖喉 要疏一不二 那些两百米大床 二十架直升机之类的 都是穴头 霸总让人沉迷的特质 不是有戒 而是霸气 那天然散发的雄性气息 就可以吸引女性 谢雨菲这种本身 就很强悍的女人 一定喜欢这种 浑然天成的强者气质 那就 先点菜吧 您好 酱烤杏仁果 茶香大明虾 悠然牛肉 流酥飘淡面 就这样吧 好的 您稍等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打开看看吧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我要你做我女朋友 为了应付你爸妈 什么叫应付我爸妈呀 你上次亲完我之后 这 这不就没下文了吗 就 就 就 你不也半斤八两吗 而且我也没想过这一层啊 那你现在想 要是他拒绝了怎么办 我这个霸总还怎么演 真的抢取好多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吗 不行啊 那违法呀 我得得把我腰掌啊 这求偶器的雄性呢 也会给雌性送礼物 比如说白鹿会送树枝 海鸥会送鱼 这园顶鸟还会盖房子呢 有戏啊 有戏 他这是按什么买房子吗 要不先把这个打开吧 谢谢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限量吧 我让专柜特意留的 这个缝线缝在外面 而且它这一块一块全都鼓起来 像没缝好的棉被 这个容量 这笔记本跟iPad放不下呀 我试试这手机放得下吗 勉强可以 你说这六点一英寸的手机 才勉强放得下 这设计是不是有点反人类呀 不 不喜欢 不行 你必须喜欢 我送的 凌亿阳 你不觉得 你的心理是有问题的吗 要不要寻求一下专业的帮助 啊 你 我真的要用这个 你怎么回事 我还不允认 我是不是有意思的 这个缝线和你 这个缝线和你 想要做这个 你一直在我 互相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正常得很 我可以理解你的 没有人呢会觉得自己有精神问题 这正不正常啊 也是医生说了算 很简单的 你去医院做几个亮表 要不要我推荐一些好的医生给你啊 我说了我真没事 我很正常 是我要这些日飞的 是我要这些日飞的 冷静冷静 想想新日飞可爱怎么样 患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精神病人 比较敏感 我一定要小心说话 你呢 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大病 有没有毛病呢 也是医生说了算 千万不要晦记记医啊 行 没事 我知道了 那我们先吃饭吧 好吧 我是不是吃饱了成的非要追鲜雨飞 找罪手呢 这有题目如果没病 那就是家庭教育问题 不管哪个都得趁早进行心理干预 算了 看他一时间的抵触情绪比较严重 回头再找机会吧 得空得让他去医院看看 做个亮表 你也 你也吃啊 嗯 去停这儿吧 里面不好停车 谢谢啊 今天下午还有研究会 先走了 嗯 那个 那个 那个等一下 那个 那个 所以 你是怎么想的 这是什么 这个呢 是我专门为我们写的小程序 里面呢 记录了我们的关系进展 这就是从量变引起质变 之后 我们才能升级为恋爱关系 所以你是大没答应啊 还早着呢 哎 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说好了有我定 哪儿啊这是 这根本不像是约会的地方 你终于来了 我终于来了 不是这又是谁啊 这真的很奇怪 这次没迟到 加十分 不是 我说 这这是哪儿啊 怎么约会在这儿啊 看不出来吗 精神病院啊 哎 你要是走的话 这可要扣分了 不是 哎 人家约会都去什么动物园 植物园 那多浪漫 你来精神病院干嘛 我都给你挂了号了 哎 你不是要跟我谈恋爱吗 那我总要关心一下我的恋爱对象潜在的心理健康程度吧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 我又没病 我做什么检查 我不去 哦 那要是拿不出健康证明的话 那我就要谨慎考虑跟你谈恋爱的问题了 我 你看你看 长得那么刷还得精神病 都一块钱肯定是因为失恋 不是人家身边有人陪着呢 哎呀 可惜了 多好的大姑娘 是 检查一下 总归没坏处 她都没有做检查 你们不要这样随便下节目 而且 这精神病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疾病 很多人都会遭遇的 你们现在这样议论 就是歧视病 哎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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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说过很多次了 不要随便没经过别人同意 就进行肢体接触 我 你 这 哦 来 这个 巧克力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吃这个就很管你了 还算你有点良心 怎么样 好一点没 哎 七号七号啊 八八九号门 轮到你了轮到你了 走 走 姓名 灵芽 多大年龄 二十七 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奥医生 我怀疑他阿斯伯格 你怀疑 嗯 没事别捣乱 阿斯伯格 你看我像不像阿斯伯格 挺大个人了不懂事 我冒昧猜一下啊 你们是不是玩真心话大冒险 输了 选了我这里 玩大冒险来了 医生 我们不是玩真心话大冒险 我们是真的来看病的 要不要给他做个量表测试啊 赶紧出去 我后边还有很多病人呢 哎 竟耽误我时间 不好意思啊医生 顶峰十里我都知道你们没有病 对不起啊 是我想多了 呦 你还知道你想多了 不过呢 刚才那医生还挺搞笑的 像说相声 就是 这真心话大冒险 亏他能想得出来 现在相信了吧 跟你说了我脑子没病 不过真的是各行如各山啊 也不是我这看文献就能下结论的 你还看文献啊 对啊 我昨天晚上回家查了一晚上 关于阿斯波格综合症的文献呢 感觉每个症状套在你脑袋上 都挺合适的 不过经过这医生这么一说 好像又觉得没有那么回事 再加上跟着诊室的病人相比 你好像还挺正常的 就是普通人程度的吧 没有同理性 你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呀 好了 你不是说要去动物园吗 我发现这两爬馆新来了好好看的蛇 走 算了吧 我不去了 很可爱 那你还是给我圈整个病吧 我真不去 谢老师最近怎么总是发呆啊 是不是他恋爱了 可能是吧 你们在干嘛呢 老师可以随便议论的吗 小谢啊 主任 昨天看见你相亲对象拿着鲜花在你门口 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 不好意思啊主任 笑 笑什么笑 你们一个个的都有对象了 还笑 主任 您一会儿是不是还有人要过来 对了 哎 赞助的事你得抓紧啊 还得抓紧啊 嗯 不许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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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我 我给您报告一下我们准备的材料 嗯 行 今天我们准备了松龙 北欧带鱼 有机进口花菜 金枪鱼 海参 香煎鲍鱼 金牌张茶鸭 还有兔子肉 您看这些还有问题吗 主厨 主厨听懂吗 主厨 听见了 那个你回去再清点一下 把它弄清楚啊 好嘞 嗯 行 哎 你说 桃儿今天怎么了 这新店刚开业 就这么魂不守舍 我估计啊 他是红蓝星洞了 走吧 等会儿 他不回我 哼 他居然不回我 你理也不理 这样书会不会有备于我的行事作风啊 不管了 我 原来他还想吃我做的菜 那我今天晚上做什么菜呢 凌羊啊 凌羊 你现在就像案板上的肉 任人在割呀 但是 他居然回我信息了 还主动问我有没有饭吃 我一定要牢牢抓住他的胃 味道 这只是 我 你 是 我 这只要是 不 果然 岳飞 糟糕 他这是梦游 梦游的人不能被吵醒 你 你是钢琴家吗 吵死了 你终于醒了 我怎么了 你睡着了 而且 你梦游了 你 李洋呢 你猴子什么呀 我是说我不知道 他大概是饿了 出去找吃的了吧 护士 你有没有看见 跟我一起来的那个病人 刚刚那个人因为脑部带出血 被送那边抢救室去了 谢谢 林阳 没事吧 没事 居然还戏弄我琪琪 哎哎等等我等等 医生啊 他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 你这个朋友啊 他吃了一粒安眠药 现在药效已经过了 可以出院了 好 之前就跟你说了吧 我没什么大问题 哎 倒是你啊 别瞎操心别人 你头也伤得不轻呢 回家好好静养体贴 好吧 好 谢谢医生 啊 嗯 嗯 到了 我就先走了 拜拜 带出题子 什么 我是说 李洋 谢谢你 这不是积累量的吗 你求质品 那我就会好好给你加分的 还可以答应你一个小请求 一个小请求 赶紧想啊 过期作废 我回去好好想 今天十二点之前 我跟你说我的小请求 走了 拜拜 拜拜 真是个单细胞的手 还乖可爱的 你说 我应该提一个什么样的请求 你直接让她做你女朋友啊 不可 这样的话 飞飞会直接把我给奥特 谈恋爱嘛 无非吃饭 逛街 看电影 你自己选 看电影 看电影行啊 看电影还挺浪漫的 哎呀 这样的话 哎 不错 还真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 啊 这不常规操作吗 喂 哎呦 喂 谢博士 怎么样 到哪了 我去接你啊 哎呦 不用 待会儿 我们直接电影院见 喂喂喂 哎呀 挂倒是挂挺快 行吧 谁让你是博士呢 说这么多对 快走吧 这个吧 哪个呀 这个 这个 哦 行 人呢 喂 你在哪儿啊 我在电影院里啊 你进来就是了 这是一号厅四排九座 不好意思啊 怎么不等我呀 我刚刚在门口等了你半天 我还给你打电话 这么多人 是吗 谢谢啊 我为什么要在外面等你啊 我们是来看电影的 我不在外面 自然要进电影院 这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 不是 那我 你也应该在外面等我 然后咱俩一起进来吧 走廊怎么了 ,你自己不敢啊 哎呀,我说小朋友 你都几岁了 还不能独立一点 我是小学一年级 都不用接班上厕所了 不是 这啥呀 虽然我不懂 这么做有什么必要 但如果你一直这么坚持的话 我记下来吧 哎,没事儿 我自己缓缓就好了 反正 劲动心来了 也不差这会儿 嗯 那你自己消化好情绪就行 嗯,消化好了 哎,电影开始了 啊 你看 这男女主 一见重情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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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像我这种级别的大厨给你做饭 是不是感到特别幸福啊 除了我 你还能给谁做啊 怎么 需要我付钱吗 不用 说不过你 来吧 请 怎么样啊 真不错 尝尝 不过也是谢谢你啊 我就没有这种做饭的基因 到现在只会煮泡面 那如果你要觉得好吃的话 我就可以天天过来给你做饭 那个 你经常带朋友来家里吃晚饭吗 嗯 激情 我平时都跟他一起吃 哦 那你那个学长来过吗 嗯 没有 就你跟我爸来过家里吃饭 其他男人都没来过 啊 我就说嘛 你这么轻易让我来你家吃晚饭 我以为你经常带朋友过来呢 怎么可能呢 你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嗯 不一样 哪 不一样 你比较蠢啊 不会对我有什么其他想法 我哪儿蠢啊 我告诉你啊 女人 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 吃吧吃吧 哎 对了 刚好我同事给了我一瓶酒 正好你来了 我平时自己又不喝 要不尝尝 喝酒啊 行啊 来 来 怎么 啊 想什么呢这么猥琐 啊 啊 怎么就猥琐了 来 哎 等一下 那个 那个 你酒量怎么样 没怎么喝过 不知道 啊 那就行 什么 啊 我说那个那就干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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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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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底怎麼回事 那個昨天我 那就 他找我吃飯 沒我問你 我問他 昨天晚上 來 乾杯 來 怎麼樣 我再去 鹹鹹 你不能睡在這 起來 走 走 你睡這兒 我睡沙發 我警告你啊 不准吐我床上 你別走 別走 所以 你們現在 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你得問他 都八點了 我得回去做記錄了 先走了 那我也不打擾了 我送送他 謝菲 說清楚啊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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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利用極速冷凍掃描電徑 組織學等技術 對其交配系統的 形態特徵進行觀察 發現中華融凹蟹 具有短尾排泄類的典型特徵 即第一複製比第二複製長 這個時候我就用另外兩種方式 用A式級和B式級 進行一個 我來替你下班 訂了家特別難訂的餐廳 一起去啊 還有這個 小蛋糕 我切手做的 拿著 可是我還要跟學長去聊實驗 要不帶學長一起去吃飯 你不介意吧 李先生您好 您是我們這裡的貴客 所以我們老闆 特意將您預訂的 雙人情侶套餐 給換成了三人套餐 並且所有費用會全免 只是想您給我們提一些意見 就可以了 這套餐裡的餐後甜點 就不要了吧 自己帶了 對 我自己帶了 就退了吧 好的好的 怎麼樣 嗯 好吃 那是 這可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 來 你也嚐嚐 多謝林先生 不客氣 這是怎麼做的 好 我說你這火氣也太大了吧 你不用撒在我身上吧 整整三天了 我什麼時候去找菲菲 她都跟那個學長在一起 我想帶她去吃點好吃的 那學長就跟著 就跟那個狗皮膏藥一樣 這幹什麼都跟 煩得要煩死我了 好了好了 哎呦 你這樣我真不習慣 要不 咱們給她來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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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谢 还没下班啊 主任 那刚好 我这份材料帮我看看 雨飞 主任 我们走吧 主任 不好意思啊 我和雨飞下班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主任 怎么 有新事啊 没什么 就是有些事没完成 雨飞 我们今天不如走后门吧 为什么 尝试一下新的路线 说不定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我知道后门那边开了一家新的书店 你肯定会喜欢 好 走吧 几点啊 六点半 学长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我到了 雨飞 周末有时间吗 周末 嗯 怎么 是有什么实验要做吗 来我家吃饭吧 我先学了几道菜 想做给你尝尝 吃饭 怎么 害怕我手艺不好 没问题 那我正好也可以尝尝学长的手艺 那就说定了 嗯 周末见 好 走了 走 也不知道谢雨飞这人跑哪儿去了 哪儿都找不着她 你和飞飞在一起吗 我今天没等到她 去她家 为什么去她家啊 这 这孤男寡女的 成什么体统 这万一 不行不行不行 快快快快走 喂 喂 喂 林阳 干嘛呢 今天来我家打游戏啊 哎呦 不去 那你干嘛呢 在谢雨飞家楼下呢 她今天要去她什么学长家吃饭 我不能让她去 你什么时候去的呀 天还没亮的时候 真够拼的 哎哎哎我不跟你说了 她来了 谢雨飞 这不走 去哪儿啊 我送你啊 林阳 不用了 我打车就好 哎打什么车呀 我这有县城的车你不坐 还打车 怎么 不敢坐我的车 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要去 你那什么学长家 你怎么知道 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我怎么就不能去了 每次咱俩吃饭 你都带着你学长 怎么你跟你学长吃饭 就不能带我呀 好吧 车在那边 走吧 不好意思啊学长 没有提前跟你说 林阳也来 没事 这个事不能怪飞飞啊 是我主动要求的 来了就都是客人 一起吃吧 好香啊 好香啊 嗯 嗯 嗯 太太咸了 屁股 我 学长 别听那瞎说 我觉得挺好吃的 林先生毕竟是专业的 能得到专业厨师的点评 我很荣幸 照顾 还是吃饭 怎么办 你不会呢 ¿qué啊 你怎么办 你不会看 都不想 走 你最快 你快要去 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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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长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不会 学长 你这么温柔体贴 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女朋友啊 不然可惜了 那你觉得我适合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起码得跟你一样温柔善良 还得善解人意吧 哦 还得是大美女 雨菲 其实 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 谁啊 你 真的从来都没有感觉到 我对你的感情吗 我 这么多年以来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是为了你才回国的 学长 可是我没想到 回国以后 你心里已经有那个灵羊了 雨菲 灵羊不适合你 学长 我一直以来 都把你当哥哥一样看待 这跟灵羊没关系 之前 我是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爱情 是心动 是牵挂 是吗 我很清楚 我对你 没有这种感觉 学长 既然是哥哥 那让我最后再抱你一次吧 好 好吗 那灵羊呢 她是个怎样的人 灵羊她幼稚 小孩子气 而且脾气也不太好 不太适合做男朋友 但是 刘先生 你回来了 灵羊 雨菲 但是 我喜欢她 灵羊 你听我解释 灵羊 站住 解释 说吧 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对 我误会了 是 我幼稚 我小孩子脾气 我不理解人 这就是你亲完我之后的结果是吧 我还真以为你喜欢我 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我都亲眼看见你俩抱在一起了 你要喜欢她你就去找她 别再刷我了行吗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哎呦 我真没有 你听我解释 你到底洗不洗我好吗 嗯 说话 放心吧 我肯定只会爱你一个人 齐齐 你 你们 哦 哦 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没有多久 就是 没问你 我问他 两个礼拜 好啊你齐情 两个礼拜都不准备告诉我 这这不是怕影响你跟林阳吗 对了 最近你跟林阳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啊 为什么 前一阵你们不是还甜甜蜜蜜 对啊 今天早上他怕你去你学长家 然后天安没亮就特意去到你家楼下了 真的 对啊 所以 到底发生什么了 那 就是这样 我觉得 他肯定是误会我了 他肯定是误会你了 你想啊 林阳这么好面子的一个人 然后你当着别的男人的面这么说他 他能不生气吗 可是我话都没说完呢 谢博士啊 我觉得吧 剩下的话 你还是得当面跟他说 算了 不说 睡觉去 就你们男生要面子 我们女孩子不要面子的吗 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想啊 他们现在这么闹别扭 我们不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好 喂 菲菲 我听说林阳准备出国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关佩正在看下拦他呢 你快去看看呀 林阳 菲菲 别走了好不好 我想明白了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昨天呢 我在学长家的话 并没有说完 就算你再幼稚 再孩子气 我都喜欢你 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 你别走了好不好 不是 你在说什么呀 告诉我你去哪个国家 我也可以跟着去进修的 不是你误会了 我不是 没想到 菲菲你还有这么重点的时候 其实在我心里 你早就是我女朋友了 我今天是去机场接我爸妈了 他们去国外旅游刚回来 刚把他们锁到家 所以这个行李是 我爸妈的 那他们岂不是 小心 小心 叔叔阿姨好 好久不见啊 看到你们这么恩爱 我们就放心了 抓紧时间 好让我们早点抱孙子 菲菲啊 别听你叔叔胡说八道了 他是看到你大胤和林阳在一起 他高兴啊 这才口不择言 我是高兴 这小子有福了 爸 你少在菲菲面前编排我 反正他现在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对吧 叔阿 什么样的人 幼稚鬼 什么幼稚鬼 不是说好了 那大助提 大助提也行 什么都行 走了 走 走 咱们走吧 是不是你跟琪琴联合起来骗我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是你上来抱着我就说不让我走 你这个人大助提子 我怎么有大助提子了 要不是我欲行故纵的话 说不定你跟你的学长早就在一块 什么吃饭看电影了 我告诉你 不聪明 是不会有女朋友的 你 我都已经跟学长说清楚了 我喜欢的不是她 是你 真的 可是 刚才你爸妈都看见了 太丢人了吧 这有什么丢人呢 我爸不都说了吗 还想让咱俩 早点给他抱孙子呢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干嘛 你又开始了 你得习惯啊 为什么不让女儿来接呀 不用 想必啊 她正在做实验搞科研 为人类命运而奋斗 咱们两个老家伙 自己搞定就行了 说得也是 现在的年轻人呀 就知道情情爱爱的 哪像我们菲菲呀 专心搞科研 我们呀 不打扰她 说得对 走吧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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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爸 你醒醒啊 爸 爸 叔叔 爸 你醒了 医生说 您这是突发的心脏高血压 只要保持心态平和 情绪稳定 就没什么大问题 您是在找黎阳吧 我怕他刺激到您 就让他先回去了 那个人是谁呀 他是 我男朋友 我是想让你啊 多搞科研 少谈恋爱 别着急结婚生子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菲菲啊 那要不这样吧 你看等你爸爸出院了 你把他领来给我们瞧瞧 嗯 哎呀 我也没想到叔叔阿姨 怎么就这么巧 在同一天又回来了 你看 这不是已经我推动 你和连杨周瑜 宣成正果了吗 功果香底 都在酒里 都在酒里 可是我爸妈要见他 也不见得能修成正果 那你父母不同意 你就跟他分手啊 当然不是啦 那不就得了 来 弄 哎呀 你只管让黎阳真长一点 怎么打动的你 就怎么打动二老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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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个点来了 我爸妈今晚要见你 见我 今晚 嗯 那 赶 赶紧给我订个餐厅吧 那个 我还得去买点礼物 你你你你等我换个衣服啊 啊 哎 哎 哎哎哎肥肥肥肥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我有点紧张 他们是教授 你放心 比我好沟通多了 嗯 嗯 嗯 是啊 你都对我满意了 那我未来的岳父岳母 肯定对我也是十二分的满意啊 哼 他们都是读书人 肯定可以的 我先进去看看 行行行 加油 好好好 你都毕业了 他们不能办怎么样 那个 叔叔阿姨好 呃 第一次见面也不知道 二位喜欢什么 所以就随便买点礼品 如果你们要是不喜欢的话 就及时告诉我 我就及时改正 小伙子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叔叔我叫凌羊 因为我爸姓凌 我妈姓羊 所以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哦 凌羊 是 鸡题目 还是呕题目啊 呕题目 哦 那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哦叔叔 我开了一家私房餐厅 呃 盛意还不错 小凌啊 哎 阿姨 你是做餐饮的 哎 是 那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我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 呃 我们家开了一个炸菜场 我从小就不喜欢学习 然后我爸就想让我继承他的衣钵 我就不差感兴趣了 所以就出国考了厨师的这个 蓝带厨师证 然后回来就开了餐厅 你硕士也是学的这个专业 呃 现在这个专业有硕士吗 呃 叔叔 我没有考硕士 我就是本科 我从小就不喜欢学习 所以呢 大学读完之后 我就直接参加工作了 然后就回来开了餐厅 不像飞飞 脑子里装到都是些知识 这个每天都用智商调导我 我应该向他学习 他样子负便寒数 也没学过 爸 这博士一走廊 硕士到处有 没什么稀奇的 反倒是我们林阳啊 这菜做的可好吃了 比这沈记还好吃 别人想要吃到他的菜 拍半年的队都拍不上好 小玲啊 阿姨 你上学的时候 学的是高数一还是高数二啊 高 高数我 我 忘了 你们学过复辟寒数没有啊 我 我所有课程低空飞过 哪里能记得 现在连二次寒数都忘得差不多了 孩子 元素周期表 你总记得吧 哦 呃 叔叔 这个我记得 那个青亥李皮鹏炭蛋养福 那 那梅 那梅 呃 呃 呃 叔叔 那个第一次见面 那个我 我敬我敬您一个吧 嗯 等我下次好好背下 你们再抽查我好吧 嗯 我去上个洗手间 去吧 不是 你这 呃 叔叔阿姨 呃 吃菜 吃菜 小玲啊 哎 叔叔 说实在的 哎 我们啊 不赞成 菲菲谈恋爱 尤其是和你谈恋爱 哦 菲菲还年轻 正是经历体力最好的时候 她应该把全部的心思放在科研上 你不搞研究可能不知道啊 一个真正的科研工作者 她是没有多少黄金时代可以浪费的 这样是我们最担心的地方 嗯 你跟菲菲的学习背景啊 相差实在太远了 是 你们没有共同语言啊 你不理解 她的研究工作 是 是 是 你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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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丈母娘老丈人不好伺候啊 哎 早知道有今天 那我上化学课的时候 就好好听课了 我现在在他们眼里 基本上就跟那个文盲 没什么区别 你 信息也不回了 看来一家三口在家开小会 领阳啊领阳 你还有因为不好好学习而后悔的时候 菲菲啊 这个小伙子和你 背景相差可是有点大 你确定要和他在一起 妈 你说这谈恋爱找男朋友 并不是一定要看得懂我的论文才行 那你说 我学院那些教授 不都看得懂我的论文吗 难道我只能跟他们谈恋爱啊 那也不能相差太多了吧 这孩子 连元素周期表里面的前二十都搞不清楚 实在差得太远了一点吧 话不能这么说啊 他有他的好处啊 举个例子 虽然这 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国外现金多了 在国外每天都是薯条炸鸡 太想吃中餐了 这国内的点餐也太方便了 来 老婆 尝尝 现在这些塑料餐具都含有塑化剂 它温度一旦超过七十度 就会产生有害物质在身体里释放 从而出现恶心啊 头晕啊 腹胀等症状 怎么样 好吃吧 好吃 来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什么啦 怎么了 不管这些 我都不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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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在啊 这个医生说是急性的肠胃炎 这挂完掉瓶呢 就那是回家了 以后啊 可不许再这样吃了 怎么样 好点没 好点了 好多了 好好休息啊 想想一会儿吃什么吧 爸 妈 这是我特意给你们订制的健康餐 之后呢 每餐都会送过来 你们慢慢吃 那我先去工作了 走了 拜拜 你上 嗯 可以啊 还有春盒榨菜呢 好久没吃这个了 赶紧尝一下 又是什么 来 来 我 来 我 来 来 来 我们找的咱们 非非啊 嗯 那个店铺啊 能点菜吗 能啊 想吃什么 我还想吃上次那个 鸡蛋豆腐虾仁 和那个 虫草花鸽子汤 爸 你这要求也是有点高了 妈 我看你们要是身体好些了 要不再让林洋见见你们 别 林洋那小子就别来了 这次我跟你妈住院 她虽然跑前跑后 但是我跟你妈总觉得 你跟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合适 妈 是啊 菲菲 我们也担心你们以后啊 两个人无话可说 你们 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 这菜以后我就不送了 反正啊 我跟你妈是不同意的 你要是嫌菜贵 就别买了 我们自己买 你啊 把那个店铺啊 推给我就是了 爸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田螺先生 你们吃的这饭菜都是他做的 嗯 说啥也好 我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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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吃饭吧 菜都凉了 小林啊 哎 嗯 这段时间 我们吃的饭菜都是你做的 嗯 是我做的 我想这叔叔阿姨身体不是最近不好吗 所以做了一些清淡一点的 嗯 你们也知道我本来就开餐厅的 不妨试 怎么不妨试了 嗯 你每天这中餐西餐兼顾营养的 费尽了心思 该让他们知道了 啊 你都不知道 刚才我爸妈还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正所谓 男人手短 吃人嘴软 我觉得呀 既然呢 你们都知道是林阳 为你们这忙前忙后做了一桌的饭菜 你们还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非免太瞒不讲理了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为人师表 怎么就瞒不讲理了 怎么就不为人师表了 我跟你妈也没说不答应你啊 怎么你们是同意了 菲菲 我们之前啊也是担心你 你既然这么坚持 林阳 嗯 也一直这么用心 你想清楚就好了 那就是同意了 那就是同意了 叔叔阿姨 我我敬你们一杯吧 来 好 来 好吃 嗯 两只孩子 就是不 叔叔 我敬你一个 来 祝你 最后一庆龙 来 据网络相关报道 近日 成和榨菜进专家检测 结果显示 致癌物含量 比一般榨菜都要告诉很多 虽然俗食食品风味好 但牺牲了食品安全 总而言之 就是有毒 胡说八道 这榨菜里面啊 有这个亚硝酸盐是正常的 而且 我最讨厌别人说这伎俩 跟毒性相关 简直就是耍流氓 只要他不是成敦地吃榨菜 根本就没什么问题 那个 树榨爷 我们家榨菜做了这么久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前段时间 我们家还在研究什么 轻食榨菜 就是让消费者吃着放心 这个肯定是没有毒的 春和榨菜 我们以前就喜欢吃 现在的关键问题 是赶快和令尊联系 解决问题 是啊 要不要回去看看 刚听的消息 老板 这个月的销售业绩急剧下滑 赶紧想想办法解决吧 林总 我们接到电话 各区域客户接连退货 拒货 有几家在这个档口 拖欠我们的货款 甚至要求我们赔偿 那还不想办法解决 是啊 现在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 网络上舆情严重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宣传方案 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 是啊 慢点 是啊 是啊 太行了吧 这个月光不然能找他呀 对 对 我们现在还蛮滑的 不是故意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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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有了 我们再坚持一下 一定会解决的 办 奇什么 多大的事啊 咱们卖炸菜二三十年 什么造谣都没见过 咱们又没上市 又不怕股价下跌 怕什么 现在杨阳来了 这事就交给她处理了 她太年轻了 她们年轻人 不是喜欢玩什么微博微信吗 这一次 就让她们玩个够 你们先出去吧 辛苦 辛苦 爸 现在怎么样了 这么点小事 也辛苦你跟着跑一趟啊 叔叔好 你放心 这事就交给凌阳了 她一定会处理好的 对吧 儿子 对 是 虽然我看起来吊儿郎当 不管公司事务 但是 菲菲啊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肯定能够处理好 菲菲啊 我从小 在我们家榨菜厂长长大 厂子的年纪 比我年纪还要大 其实说来也好笑 小的时候呢 我爸 就是想把榨菜 方便面 还有火腿肠 这些素食食品 捆绑在一起 来销售 所以 从小就让我试菜 因此慢慢的 我对榨菜 毫无兴趣 一心想做自己的精致料理 但是现在 春河对于我而言 不仅仅是回忆 更多的是希望 我知道 那你 愿意和我一起重振她吗 我愿意 虽然呢 我不懂美食 但是我会用自己的专长 助你一臂之力 有你对我的支持 就是最大的鼓励 关于我们春河榨赛那期节目 关于我们春河榨赛那期节目 我们也跟那个营养专家 进行多次联系 但是我们怎么好受 歹说 对方就是不肯松口 辟谣的通稿我们也发了 都时辰大海 倒是这个舆论呢 现在愈演愈烈 不乐观哪 我们销售部的情况 也是很不好的 一大早开始 我电话都没停过 都是客户的借口 因为谣言榨菜卖得不好 找各种理由 拖欠货款 你看这不 这也是没办法 短短的一个会议 已经连续打了三个电话来了 这可怎么是好啊 没办法呀 各位叔叔 我呢 平时也很少管公司的事情 此次临危受命 以代理总经理的身份 来召开这一次会议 以下说的话呢 多有得罪 还望各位海汉 从现在开始 销售部 你们去安抚顾客的情绪 该赔偿赔偿 先礼后兵 刚柔并进 向他们保证 我们春河肯定能度过 此次难关 但是如果 他们继续拖欠尾款 那我们也只能按合同办事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 控官部 尽快拿出方案 下午汇报 这个要想想 方案没那么快 能否多宽限点时间呢 公关部门不就是专门应对这些危机的 怎么紧急时候 连基本的应急预案都拿不出来呢 大侄子 不要这么严肃嘛 你不是经常被网络报导吗 以前那些花边新闻 也处理得挺好 要不 我说你去问一问 有没有方法能再解决一次 确实确实 张叔叔 如果您要是没有什么建设性意见的话 最好闭嘴 你 我们也没办法 有问题吗 好 此外 我觉得 赌不如书 如果说顾客觉得是我们质量有问题 那我们索性 就公开实现透明化生产 把我们的原料和生产方式 全部公布得清清楚楚 让消费者吃着放心 我反对 对食品企业而言 配方才是王道 历来保密 如果公开透明 那不等于刺找死路吗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等死吗 还是张叔叔 您有什么拯救春河的最好方式 说来给大家听听 我 我没有 那我就是不同意 若是你硬要一意孤行的话 我就撤资 让你知道 利益关系 那怎么行 如果张叔叔您要是执意撤资的话 那我也是没什么办法 我在料理界这么多年 您这个漏洞 我还是能补上的 不过 张叔叔您要是撤资 别怪我们自家人挣钱 以后不带呢 其他叔叔也是如此 这事就这么定了 有什么意义的话 就和张叔叔一起 公关部直接推进吧 散会 你这怎么 这怎么 我们之初都为了 那么多不理解 咱们就是 这不是谢老师男朋友家的榨菜吗 是哦 谢老师你别吃 谢老师 怎么了 您是没看早上那个朋友圈 这个榨菜有毒 这个榨菜我从小吃到大的 挺好吃的 是真的 专家都说了 您看 说是致癌物含量超标 这个专家 我怎么会议里面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算专家吗 你们觉得这个人说得对吗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们都是做学术研究的 就这种态度 我们 知道错了 这样 今晚你们教一篇 详细的小作文给我 把这篇文章 详细的错误的地方指出来 再附上正确的 算上平时成绩 好 知道了 那天后 我们就要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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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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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这就是 你们公关部拿出来的应急方案 你们看看 完全没有说服力 这让你们好好了解一下公司的诈才 想想怎么还原真相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写出能平息舆论的方案很难吗 我不需要解释 希望你们都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现在公司情况紧急 你们大家把劲 你来啦 来关心我啦 给你 这是什么呀 看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利用专程 分析了一下那个专家造谣视频的错处 然后附上了最新的研究报告 以及参考文献 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 这太能帮了 你们 过来 看林总有什么好办法 拿好 回去仔细看看 尽快联系权威的官方媒体 重复资料 另外提炼文献 做成短视频分发 动作要快 我们现在刻不容缓 好 我马上去吧 马上去吧 好 真不聪明 走走走走走 谢谢你啊 菲菲 就那些资料 不难 我承认 我原来对速食食品确实有一定的误解 不过通过这件事呢 我也 我知道 你一直不能好好吃饭 胃也不好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都跟你一样 过着这种速食人生 我都想好了 我呢 要研发一些比较健康 有营养 还有比较绿色的 这些速食食品 不仅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更多年轻人 让他们都能好好吃饭 你说这样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一起实现梦想 嗯 嗯 好 好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啊 你也别嘲笑我 你啊 早晚也得经过我 这 这关 现在还不行 我得继续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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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儿了 一家 一家七 哎呀 烦死了 对啊 不管她妈妈同不同意 我都不能停下我的脚步 对 我都不能停下我的脚步 你要干嘛 四时候该求婚了 四时候该求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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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干嘛啊 嗯 嗯 吞 吞 吞进去了 嗯 你好像吧 把戒指给吞进去了 啊 医生 我女儿有没有问题啊 你是把戒指和蛋糕一起让她吞下去了 我 你什么你呀 你怎么不说话 爸 你别大惊小怪的 是 是 年轻人 不要学偶像剧 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嗯 这是注意事项 这几天呢 要多运动 多吃容易消化的 啊 过几天 就可以排泄出来了 谢谢医生 嗯 来 你把这个回去打一下 你把我拿过来 爸 要不 你和妈先回家吧 我没事了 嗯 林阳 叔叔 菲菲可是国家动量 啊 是 以后是要办大事的 事关重动 是 你怎么敢 叔叔阿姨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爸 妈 你们先回家好好休息 我跟林阳呢 还可以多走几拳 有助于消化 对 有助于消化 那你当心点啊 嗯 注意点啊 嗯 好嘞 叔叔小心啊 好 叔叔阿姨再见 别看了吧 啊 都怪你 哎呀怪我怪我都怪我 什么 我说都怪我 不过 不过什么 你做的甜品还挺好吃的 不过 你下次吃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一点 不要大搞 哎 叫你动不动给我加料 哎行行行以后不敢了 哎 哎 小姐啊 哎 小姐啊 你说 我们以后 能不能 像他们一样幸福 你说 我们老了以后 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啊 还是就行 哦对了 叔叔 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啊 嗯 我不喜欢铺装浪费 而且婚礼这种东西非常有仪式感 我希望呢 我们两个人啊 一起去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地方 我知道 婆罗州有一个林中小屋 可以在那边观察蝴蝶 还有各种鸟类 菲菲 没有 你同意了 菲菲 我爱你 嫁给我吧 可是没有求婚戒指啊 戒指 哦 这个 这个可以吧 啊 我愿意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看 快点快点啊 叔叔 小子 别想这么轻易地把我女儿给娶了 今天把这张物理化学事件做了 否则啊 你别想进门 你别想进门 我 他会从我 走 我们结婚去 你们啊都别耽误做报表 叔叔 快点 你怎么回事啊